那各位一个人懂得积德行善 不求回报才有功德 所以永远记住 有心为善 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什么意思 所以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不要去讨功 不要告诉人家 我对你做了什么做的不必 别人都能理解的 你讲了功德就没有了 所以快乐做人的心态 是要我们常常讲 酷酷酷酷酷的去做 不要去张扬的做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 慈悲要很欢喜的给人家 就叫慈悲喜舍 那各位好心有好报 福如自然道 心好 命就好 命好 钱就多 这是我的师父 心云法师 经常告诉我的一句话 我以前不能理解 慢慢的都能够体会了 所以这就是说 人傻 钱多的意境 所以好人有好报 傻人 有傻 那各位 成就好的业绩 看看 大都是 大致若倚的 你看在做保险 做直销 业绩最好的 你看起来都是很憨厚的 很值得人家心胜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认识 不认识我们丹斯利 陈泽隆博士 他的样子给他看起来 就是大致若倚 可是他就可以 事业做得这么有成就 那 养成大佐方为巧 学到如意 才是贤 就在说明一个人 要大致若倚 那各位 永远记住 做人最高的境界 就是傻乎乎的装傻 那各位 我师父 心云大师 经常告诉我们 说呀 存好心 做好人 说好话 寻好事 有好报 你就会容易成就你的事业 跟你的未来